中小学和幼稚园恢复面授课堂 最多安排3.1的学生回学校上课半日 学校坚强防疫 部分全校恢复半日面授课堂的学校就说 教师不反对做检测 元朗这间中学是其中一间全校恢复半日面授课的学校 学生入校原前要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在操场和礼堂分批上组会 校方又派发口罩等防疫物资给全校学生 以往这间中学的学生上体育堂的时候 会玩一下闪避球和蓝球 不过因应教育局最新指引 校方特别设计这类低强度的运动 避免学生有太多身体接触 可以全校恢复半日面授课 前提是教职员每两星期做一次检测 学校也都在校务处摆放样本准给老师拿 我们是一个比较幸福的学校 就是我们的老师没有什么去反对 他说这个安排 每一次大概我们可以去到 拿30个检测 我们因为全校里面教职员 连我们有些实习老师 大概有90人 所以我们要分三次去拿 沙田这间有120个学生的幼稚园 同样全校教职员做了检测 有家长说比较安心 对一些比较年纪小的小朋友 其实是最大的帮助 直接面授一定对小朋友吸收会好很多 所以作为家长我想会轻松很多 防疫措施也不少得 食茶点那阵有交版分隔 教育局早前说有超过200间学校 申请全校恢复半日面授货 但申请的中小学不多 母线迪斯记者 邓杰映报导 结果 工 什么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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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